中国海关又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书华原目当中 截获了简易性的有害生物 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 对外国书华产品采取相关措施 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 也是对中国国内产业和消费者负责的行为 同样的套路又来了 这次是台湾的共鸣 中国政府上周五突然宣布禁止进口台湾凤梨 我政府立刻采取应对措施 以保护我国农民权益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便能够让人民的收入减少 叫我维持人定 中国官方能不肯承认 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打压经济 能带一贯称是所谓的正常生物防范与错 这些有害生物一旦传入 将对中国的农民业的生产和生态安全 造成严重威胁 后谁要不是中共的同路人 原本好好的 优质的 加大借花指 澳洲红酒 原木就出现问题了 最大又拿台湾农民 台湾凤梨 当打压目标 中国官方还在演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则是不演了 在社会上呛瞎 是中国被逼得向台湾经济下手 还放话说 敬凤梨根本不算牌 警告还会有下一波 中国网媒更是列举了 台湾1到12月 所有盛产的水果 威胁这都可能是打压的目标 正印证了台湾学者专家的研判 什么东西是依赖 我们依赖中国资厂界说的农产品 可能是从那边去想 比如说我们的出口集中在哪一个出场 集中在中国资厂 那个出口很可能 被它拿来当政治操作的工具 此外台湾各界奔奔黄买凤梨 顶自家农民 消失于目前约一年的艺人罗志祥 也豪气宣布买200箱凤梨响应 中国网友立刻黄酸 他是凤梨管理大师 不想赚大物钱了 从官方官媒到网络 全方位铺天盖地的打压 如果这不是政治打压 什么是政治打压 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导